来来来,跟我一起卖龟,年入千万不是梦 大家好呀,趁着最近气温回暖 给我潜水冬眠的龟龟换换水,顺便再检查一下状态 最近关于某高材生毕业养龟,年入千万的消息 在龟圈传得沸沸扬扬 我在想净收入一千万是个什么概念 那整个流水不得好几千万甚至上亿啊 这哪是龟圈,这是纳斯达克,金融大亨,华尔街之狼啊 当然,这其中的引擎我不清楚,也就没资格往下解论 龟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心里肯定已经有判断了 本期视频主要是借此引出龟圈从前年开始 去年成为大趋势的一种现象 那就是大量龟友入场做龟商 不管是引进种龟或者所谓钱利亚城去当养殖户的 还是直接去做二刀贩子 现在不少之前几乎没什么商业经验的普通龟友养龟人 都开始想着靠卖龟发一笔横财 这一切跟近两年但龟疯狂涨价脱不了干系 龟,尤其是但龟,不再是宠物 而成了某种理财产品 大家看到了龟宠市场巨大的利益空间 都想进去大赚一笔 愣是把龟圈搞成了金融圈 像一些龟友说的那样 这就类似于庞氏骗局一般的鸡骨传花 始作俑者吃的肚满肠肥之后 就找个下家接盘 到最后再也找不到人接盘 那就赔个锅干晚净 可即便如此 还是有无数普通龟友入场 从零起步搞养殖的 囤积居齐的 导手转卖的 干得不亦乐乎 没办法 至少从表面上看 但龟涨价的那个疯狂程度 确实太诱人了 但是我敢说 这些入场的普通龟友 绝大多数并没赚到什么钱 还把自己身心搞得非常狼狈和疲惫 甚至部分人还赔了不少 能凭自己的爱好吃饭 一边玩一边就把钱挣了 这是所有人都向往的 可实际情况往往是 一旦爱好成了工作 味道也就变了 普通龟友当了龟商 各种前沿的龟室信息去哪里获取 怎么开辟自己的销售市场 去哪里搞优质的种贵能不被忽悠 还有时间成本 场地成本 人工成本 电费 水费 折损 等等等等 需要承受和解决 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坑 哪一个坑没卖过去都够喝一壶了 就算是去当二道贩子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顶层的二道贩子 路已经汤熟了 还有稳定的粉丝群体 不愁货源和销路 可能会相对轻松一些 具体我也不清楚 但对于那些刚入行的底层二道贩子 因为相对没有那么多的隐私内幕 需要隐瞒 会在一些养龟社区 倾诉自己的心路历程 那也是相当辛苦 在全网各个交易平台简陋 并实施获取最新的龟市动态 打价格信息差 为此经常整宿整宿的不睡觉 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确实能赚到一些钱 但都是拿健康换的 本来养龟是一个在忙碌至于 放松身心的爱好 看看龟喂喂神 简单互动一下 应该是很惬意的 结果头脑一热做起了这行买卖 钱没赚多少 自己反倒身心俱疲 当然这只是针对没经验 底子薄的普通龟友 如果家族至亲就干这一行 各种生产资料都是现成的 各种关节也都替你打通了 或者你是资金雄厚的富哥 有充裕的试错空间容错率 那这就另当别论了 咱们普通龟友应该是养而忧则伤 养龟时间久了 养的好了 能稳定繁殖 成活率也高 自己养不下了 顺其自然就会出掉一些 再逐渐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养殖和交易的规模 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笔稳定的小收入 说不定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这才是普通养龟人健康和理想的经商路线 而那种觉得自己最聪明 想一口吃个胖子的人 往往到最后会发现 自己才是那个给上家接盘的冤种 当我们要被利益冲昏头脑的时候 想想自己养龟的初心 想想咱们第一次养小乌龟时的那份快乐与感动 deine活动 那就是把他钢子的人 你对了 下期见 还往一回装 我们下期见